1. 胸痛,胸痛的性质,加重或六发因素,发作形式,持续时间,部位及放射部位,长距有一定的特征性。 1. 心血管系统疾病,1. 冠状动脉,硬化性疾病,心脚痛,心肌梗死,2. 急性心包炎,3. 主动脉架层,4. 心肌病变,肥后行心疾病,5. 心脏半膜病,主动脉半狭窄, 2. 反瘤,2. 肩半脱锤,6. 肺酸色,2. 肺心血管系统疾病,1. 胸腔内肺心血管病变, 如食管,纵隔,隔肌,胸膜,肢气管,肺等病变,2. 颈部和胸臂组织病变,包括胸臂皮肤,胸臂肌肉,颈椎,肋软骨,乳房,肋肩神经等病变, 3. 三个下组织器官病变,如微,12. 脂肠,1. 肺脑,1. 肺脑等病变,子功能性疾病,4. 主神经功能吻乱性胸痛,3. 肠肩胸痛的鉴别诊断,1. 心脚痛,心脚痛是由于心脏的功能与需要暂时不平衡, 导致心肌缺隙而发生胸骨后或心前驱胸骨偏左的脚炸量疼痛,常被形容为一种胸骨后的压榨紧缩感,窒息感,像有一种物压在前胸等,发作时可放射至双肩,上肢特别是眼左上肢内侧放射,颈,下颌,颜,后背等部位,每次发作持续3-10分钟,很少超过15分钟,可伴有面色藏伴, 大汗淋漓,血压增高,有发烟素常见于体力活动时,宝石,天气变化,情绪变化等,休息或舌下含浮肖酸甘油后于1-2分钟内缓解, 2-急性心肌梗死,胸痛的性质与心脚痛类似,但疼痛程度更严重,放射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15分钟以上,甚至几个小时不缓解,用硝酸甘油不能完全缓解,可无明显诱因,发生在休息及睡眠时。 3-急性心肌梗炎,胸痛常见于急性非特异性心肌炎,及感染性心肌炎患者。 4-常有上呼吸的感染时,部位在心前驱,一颗放射到左肩,疼痛性质引锐痛,慢痛没多,持续时间较长达几个小时,深呼吸及咳嗽可使其加重。 4-但取前轻作为时,可使疼痛减轻,局部有丫头,患者敞课同时伴有发热,出汗,乏力等全身症状,似主动耐加层,疼痛距离,成丝裂痒,常放射到背部,内肩,腹部及腰部,持续时间可长达几小时,甚至数天。 5-疼痛多在夜间发作,可伴有高血压或两侧肢体血压,脉搏不对称,一可出现主动耐伴关闭不全表现,病人多有高血压病史,无非传色,可突发剧烈胸痛,肠半有呼吸困难,卡血,严重者可出现发干,甚至休克,多数病人可出现忧心负荷极致增高的临床表现。 6-精神神神经性胸痛,又称心血管神经症,胸痛常无固定部位,但多位于心前区,心肩部,左入方下区,成真次阳或刀割痒,持续数秒至数小时,一可持续性闷痛,发病常与精神因素有关,而与体力活动无关,刻板有心悸,胸闷,气短,叹气阳呼吸后便感舒适,同时患者有头痛, 头晕,焦虑,失眠多梦,一激动,绝带,行动或促等症状,心点突击实验室检查多数无异常。 2-呼吸困难 3-呼吸系统疾病 1-呼吸系统疾病 1-气道阻塞 1-支气管哮喘 2-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疾候 2-气管与支气管被炎症 3-水肿 3-肿瘤或异物所致狭窄或梗阻 2-肺脏疾病 2-肺炎 3-肺炎 4-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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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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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肺炎 吸引呼吸困难的特点,被劳力泪时发生或加重,休息时缓解或减轻,卧位时加重,坐位时减轻,过长或使病人采取专座体位,陷于肺酸色,心脏压色,原发性肺动脉高压等。 3.中毒,如尿毒症,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马肺中毒,亚硝酸盐中毒,和急性易氧化碳中毒等。 4.血液病,熟中毒瓶血,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和硫化血红蛋白血症等。 5.神经精神因素,如颅脑外伤,脑出血,脑肿瘤,脑及脑膜炎至呼吸中枢功能障碍,和精神因素所致呼吸困难,如疫病等。 3.心肺,一,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或心律不齐,终可是病人感到心肺。 1.心动过速,如痘痘性心动过速,蒸发性失常性或是心心动过速的,均可引起心肺,特别是突然发生者。 2.心动过缓,如病斗综合症,方式交界性一波心律,是性一波心律,高度及三度方式传导组织以及拟走神经紧张度。 3.过高等,均易引起心肺,特别多见于心律突然软慢之时。 3.心律不齐,如心前收缩,心防颤动等可引起心肺。 2.心脏活动增强,心肺收缩力增强可引起心肺。 3.生理性者可见于正常人剧烈体力活动或情绪激动时,或大量吸烟、饮酒、饮浓茶或咖啡等,并离性原因可见于。 4.心是肥大,常见于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半膜病,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等,二期的疾病,如高热。 4.甲状腺功能抗进症,由于基础代谢率增高,耗氧量增加,克制性波动增强,与心率增快,引起心肺,凭血时血液血氧能力降低,组织缺氧,通过代常引起心输出量增加,心率增快,引起心肺。 3.心脏神经症,是由于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导致心血管功能紊乱,引起的一种临床综合征。 病人除有心肌外,上有胸部刺痛或隐痛,长半有失眠,多梦,头晕,头痛等神经衰弱表现,心肌发作常与情绪激动有关。 4.其他,心力衰竭,受抗筋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等。 4.晕厥,晕厥是指一阔性广泛脑工血不足,所致的突然短暂的意识丧失状态,发作时患者因机张力消失,不能保持正常姿势,常见于指原因如下。 1.血管输缩障障碍,常见于单纯性晕厥,血管免奏性晕厥,血管减压性晕厥,体位性低血压性晕厥,颈动脉斗晕厥,排鸟性晕厥,吞咽性晕厥等。 2.心原性用觉,常见于心率失常,如震发性心动过速,心动过幻过速综合征,震发性心房颤动,病态动房结综合征,高度及三度房式传脑组织。 3.心原性脑缺失综合征,心填性心脏病,属法洛斯联症,被动脉高压,动脉导化为弊等,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左心房颜溢流,即左心房血栓形成等。 3.脑原性用觉,常见于脑血管疾病,如脑动脉周样硬化,短暂性脑缺失发作,高血压病等引起的脑织部供血不足,神经组织本身病变,颅内损伤, 4.中毒等 4.其他原因,如痛气过度综合症,低血糖中毒贫血,哭泣性晕觉及高原晕觉等。 上述四类晕觉中,以单纯性晕觉最为常见,而心律失常所致的晕觉最为严重。 5.水肿 1.局部性水肿,以局部炎症,常伴隐患病部位潮痛,灼热及疼痛,如蜂窝之炎,接种,咏等。 2.局部静脉回流受阻,如上腔静脉出口受到作个肿瘤,肿大淋巴结等压迫时,引起头颈部,两上肢及上胸部水肿,称为上腔综合症。 2.当下腔静脉由于狭窄或副腔内肿快压迫时,引起下肢,会阴部水肿,称为下腔静脉综合症,静脉趾脉,静脉血霜和血栓性静脉炎。 3.淋巴回流受阻,如丝虫病引起的下肢,即烟脉皮下纤维组织增厚,皮肤粗糙,变硬,称为橡皮肿,非特异性淋巴炎,淋巴结切除后等。 4.四血管神经性水肿,属于变态反应疾病,其特征为突然发生,水肿部位的皮肤成苍白色,因而有弹性,无疼痛,多见于面,舌,唇部,无其他,神经原性水肿,局部粘液性水肿,价状显功能抗净症。 2.全身性水肿,一心云性水肿,鉴于有性功能不全,渗出性或缩窄性心包炎,其发生机制是有效循环血量减少,渗血流量减少,激发性趁固酮增多,引起纳,水珠瘤,以及静脉压增高,导致毛细血管静脉端定水压增高,组织坚硬会吸收减少所致,特征是水肿首先发生在身体的最低部位, 以及年纪全身,其水肿部位可随体位的变化而改变,水肿比较结实,移动性小,发展较缓慢,二肾原性水肿,鉴于肾炎和肾并综合征,其发生机制前者,主要是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与纳,水珠瘤,后者主要是由于大量蛋白流失所致低蛋白血症,及激发性趁固酮增多引起的纳,水珠瘤所致, 特征是水肿从颜茧,额面部,开始额迅速颜及全身,水肿软而移动性大,三肝原性水肿,鉴于肝硬化时代长期,其发生机制主要是, 一门静脉压力增高二肝静脉血流受阻,导致甘粒八叶露出增加及回流障碍散血清白,蛋白减少四肌发性醇护酮增多,抗力鸟激素增多吉利耐因子活性降低等, 特征是主要表现为腹水,其水肿也可首先出现在怀部,逐渐向上蔓延,但上肢肠无水肿, 四营养不良性水肿,鉴于各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内场吸收功能不良,长期营养缺乏,重度烧伤等, 其发生机制主要是由于低蛋白虚症,导致血浆胶体渗透压较低所致,特征是水肿发生前常有消瘦,水肿从下肢开始逐渐蔓延至全身, 五其他,一类分泌代谢疾病所致水肿,黏液性水肿,常在额面积下肢出现,特征为非凹陷性,移动性差,此系水肿液中含大白量较高之骨, 甲状腺功能抗净症甲抗导致刀线性水肿,及局限性棉叶性水肿,原发性群护酮增多症,原权,酷性综合征, 腺垂性功能减退症及糖尿病均可导致水肿,二料物性水肿,可鉴于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磁激素,胰岛素,肝草,某些抗生素, 接着止痛药,盖结抗剂的致剂时,停药后侧可消退,三经前期紧张综合征,在月经前7到14天出现, 月经后水肿消退,成周期性,四侧发性水肿,常出现在身体下垂部位,多见于妇女, 可能与内分泌功能失调,及直立体外的反应,与异常有关, 例外胃水试验,有助于人断物还有人身性水肿,结底组织病水肿, 病态反应性水肿,功能性水肿高热,老年,肥胖,旅行,久坐,等, 六,发肝,包肝既是症状,也是体征,是由于血流管流区域中还原血红蛋白增多或异常血红蛋白衍生物所致的皮肤粘膜呈现金紫色现象, 发肝的程度取决于还原血红蛋白的含量,血浆的颜色,皮肤的厚度和色素等, 通常在口唇、纸质、甲床、耳朵及全部的最明显,由于子肝与血管的丰富程度有关, 发肝的皮肤夹变压白,而皮肤色素沉着所致的钦紫加压不变色。 一,中心性发肝,异常见原因,异常通道,先前性心脏病流向左奔流, 被内动静脉路,二同换气功能障碍,被功能严重受损, 造成动漫血氧饱和毒下降,或高原地区吸入器中氧氧压降低。 三,动漫血中有一肠血红蛋白衍生物, 如钢铁血红蛋白血症,硫化血红蛋白血症。 二,临床表现,全身皮肤,粘膜发肝,皮肤温暖,周围血管扩张, 活动加加菌后发肝加重。 直部加温后,发肝不消退,进入唇氧后,发肝减轻, 动脉血氧饱和度低于75%到85。 二,周围性发肝,异常见原因,异体循环血性疾病,低心输出量, 周围循环障碍,熟修恶,右心衰,心脏压色,缩展性心包颜等。 二,直部血流障碍性疾病,动脉阻塞或静卵, 静脉阻塞引起周围组织血流减少,组织吸收氧增多, 早晨直部静脉血中脱氧血红蛋白异常增加散局部受凉。 二,临床表现,局限在四肢末端,鼻尖,耳朵,口唇等。 活动加菌或直部加温发肝可减轻或消退,对吸入唇氧无反应。 三,混合性发肝,中心性发肝与周围性发肝同时存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